居住在海外的900万美国人当中 有不少人打算放弃美国国籍 根据绿北侨民税务服务公司的调查 有近三分之一的美国侨民计划放弃美籍 或正在认真考虑 过去一年里这个比例上升了10% 调查显示美国的报税要求 是侨民考虑放弃公民身份的首要原因 若有五分之一的人因为在国外报税感到有负担 每年美国侨民必须就全球收入向美国政府缴税 包括工资 商业利润 投资收入的税务等 虽然他们可以通过海外收入排除和税收抵免政策 来避免双重缴税 但每年在两国报税花倍的时间和金钱要比别人更多 然而高级财务规划师布德罗认为 一旦放弃美国国籍 之后想重新入籍会很困难 后续可能还会有遗产税问题 因此想办法解决当下的税务问题 恐怕比直接放弃公民身份更实际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博元宗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